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上午的三彎破陣 等一下再回來聊股票 今天內行還不錯 整個碳權的概念股今天也不錯 還有觀光類股 像什麼翼飛王這一些 也都出現跌身反彈 我昨天有跟他提到過了 我認為跌身一定可以買 就看你買的比例也不要太高 你不要說這次會跌身反彈 那我就全部中壓 我也不建議 但是我覺得可以買 我想昨天大概大家比較驚訝的 就是在於說昨天的廢半跌好多 你看昨天的廢半大跌3.6% 縱使稻窮還是漲的 但是有沒有發現到 嚴格上來講科技類股的壓力 所以沉壓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看昨天這個廢半的大跌 也導致像今天包括韓國股市 日經這一些也都呈現開低了 不過跌幅都不大 你們看到都跌0.幾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概念 就是說通常我們在講 比如說今天我們在看一個 叫做主流的市場 講到半導體肯定要看廢半 或納斯達克指數 就是說我們在觀察一個所謂的主流市場 比如說現在維持一個多頭的架構 一個順勢架構一直在漲 看起來是不錯啊 你看所有的均線都呈現多頭排列 說真的 實在看不出 目前看起來有什麼大問題 可是事情真的是沒有問題嗎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是很有這種所謂 陌生端桿底的味道 你看這個量價背禮這麼的明顯 你看指數創新高 但是指標卻無法創新高 因為這邊看不到量嘛 但是我在猜這個量應該也沒有很大 因為強勢的盤 一般來講高檔背禮都是正常的 好那當然高檔背禮不是說 就一定該死 就一定會大跌會崩盤不是的 但是也告訴我們就是說 這裡啊 尤其昨天廢半出現一個這麼大的缺口 你看上次廢半出現缺口是在這裡 當然上次的缺口很快就被回補掉 所以你看後面又攻一段嘛 這邊也出現過一次 可是你看喔 這一次的缺口回補完之後 後面又跌了一段 表示就是說 當指數漲多了之後 出現這種缺口啊 包括像昨天的缺口是最大 大家可以做比較嗎 這邊有個缺口 但是不多 這邊有個缺口但是也不大 但是這個缺口卻是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 所謂的反轉型態啊 當然如果這邊是低檔 哇出現跳空缺口漂亮啊 太漂亮了 你們看這邊 這邊有個起工的缺口 這邊有起工的缺口 就是說如果是在起帳的時候 出現這種缺口 我告訴你 不追是笨蛋 真的 沒賣錢是傭的啦 可是現在反過來去想 它現在是在一個高檔出現的時候 反轉缺口 是往下反轉的缺口 你說這邊可以用力買股票嗎 你們覺得咧 當然你可能會覺得說 周老師你看今天買盤好強啊 你看目前大盤 你看留了一個白 目前啊 我說目前留了一個 將近白點的下影線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我說過嘛 股票市場喔 經常出現所謂的鬼遮嚴的行情 障眼法的行情 我打個比方好了 回應 好今天創新高喔 平行高喔 創意 看起來還可以 好今天沒有平行高 但是在一個高姿態的震盪 然後呢 6472寶瑞 這算是生技股的 這個目前確定就是股王 今天挑戰一千塊 好 但是呢 它也是漲多了 還有4763的這個材料 你看 今天人家也是 一個強勢的格局 好 你現在看到這一些都是高價股啊 我剛剛利用盤中的時間 我先大概瞄了一下喔 我把所有500塊以上的股票 大概看完一遍之後 我發現到 500塊以上的股票 有將近七成 都是像這樣的 你看這條普瑞 就問一下 欸 大盤現在還在17000耶 你看它快打回到15000點的 這個什麼低點喔 這是普瑞 5274 信滑 這個頭部真的太明顯了啦 我認為這個絕對不會漲的啦 立望 最近一點都不旺 前面很旺 前面穿了不然還買掉 最近一點都不旺 這個也就是你看 出現高檔被離之後拉回 5269的翔碩 你看大盤那一萬七 可是翔碩也是 打回到接近一萬五千年的起漲點 我們看到 幾乎打回到當初一萬五千年的起漲點 還有 外資的最愛 夾子 你看 好明顯的頭部 穿頭破底 殺低 這個要在大漲 比登天還難 我今天把整個五百塊以上的股票 我抓了九檔 給大家做比較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就好了 請問是創新高的比例比較多 還是創新低的比例比較多 大家懂我意思嗎 我問大家好了 我最喜歡舉在學校的時候的例子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一般都五十幾個人 不像現在小孩子 我記得我小次去小孩子 去學校開家長會 怎麼學生那麼少 才22個人 然後每個的位置都 中間都格好寬 我說我好羨慕 想當初我們小學的時候 每個都擠成這樣子 然後中間那個走到對不對 都小小的 不過小孩子因為瘦嘛 所以那個走到小小的還好 一般要做五十幾個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我讀小學的時候 我們那一般好像五十八個 還五十九個 現在只剩一半不到耶 好啦打個比方好了 現在老師要考試了 我們這一班有 假設有25個人好了 結果 考一百分的 好只有三個 剩下二十二個 全部都不及格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就好了 請問是那三個 考一百分的特別的聰明 還是老師這次考試的題目太難了 所以大家都考不及格 連六十分都不到喔 當然這個時候你講說 哇那三個小孩實在天才啦 厲害啦 當然你會去立功那三個 哇你好棒喔 你看全班二十五個小朋友 你們是唯一唯一三的 還可以考到一百分的 厲害厲害厲害 那我問你 那剩下那二十二個小朋友 情何以堪啊 老師故意考那麼難 突利這三個考一百分的 然後就把我們弄到都考不及格 你信不信家長也會反彈啊 你要知道小孩子的心理挫折是很大的 對不對 平常我都可以考七八十分 老師這次哭得太難 你看我連五十分都考不到 你信不信回去一定會哭的 現在的高價股就是這樣子 大半連一萬七 很多股票打回到一萬四一萬五的比比皆是喔 我就不再舉例了 你看像川普還在創新高 我就不再特別舉例 你看他們圍影創意在平新高 保瑞創新高 材料創新高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那些在創新高的股票 現在是奇葩啊 少數中的少數 十幾千頭又算得出來 這樣聽到嗎 可是弱勢股 你十根手指頭數不完 不夠數 那我問大家好了 你如何期待那些少數的股票 去撐起一片天 大家聽到我意思了嗎 你如何指望創意 圍影這些股票 把大盤供過一萬八 結果任由其他那些高價股 拼命的破底 穿投創新低 有的還打回到一萬四千點的低點 就跟拔河一樣嘛 那三個考得特別好的 真的拉得過那二十二個考得不好的嗎 還沒來比賽嘛 考慮我沒有去梳理喔 但是比開了要看誰贏 那你想也知道嘛 三個人怎麼拉得過那二十二個 遲早那二十二 那三個一定會被拉垮的嘛 所以這是我想的 這叫主力的什麼 障眼法 你要AI嘛 來來來來 送你AI 所以我今天把劍準拉漲停 把氣候拉上去 裡面要AI嘛 好我都盡量把散熱都拉上去 可是實際上我們也發現到 弱勢的股票還是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如果你眼睛只盯著這一些 什麼散熱族群 AI的族群的話 你看今天請問一下 AI有全部一起大漲嗎 也沒有 也沒有 這個就是現在這個盤比較 我們不能說可怕的地方 應該說這個 現在就是這個盤 難做的地方就在這裡 我如果現在不去買這一些 一直在創新高的股票 我沒錢賺 可是呢 你說現在叫你去買一股 300多塊的旗紅 你認為你的獲利空間有多大 這就是一個最好最好 讓我們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我沒有說不能買 我現在是用別的方式 去引導大家去思考 那反觀你看 今天 打著探權概念的這個淚洋 昨天漲停 今天也逼近漲停板 我個人覺得 我不敢說淚洋會像齊鴻 建築那些股票那麼標 但是至少我覺得 現在買這種股票 包括本人在內 包括會員在內 我們所承受的風險是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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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看包括像什麼淨洪 長家智這些也是一樣 還有包括你看今天尾橋也不錯 你看今天尾橋也不錯 前兩天打回到季線 我是不是告訴大家 拉回季線可以買喔 可以買你看 今天又起來了 這行情都還沒走完 如果走完了我會告訴大家不要買 但是我反而還是提醒大家 拉回可以早買一點 那當然今天的淨洪也還可以啦 也還可以 不過籌碼有點開始亂了 有點開始亂了 那我也跟大家提醒過 因為它畢竟是創新高的股票嘛 所以這裡喔 我認為啦 想賣的人一定是有啦 一定是有 包括這個長家智能也是一樣 就是說 他們現在都在前面的高點 有沒有看到 好大家記不記得我剛剛提過嗎 過前高必有新高 肯定會挑戰新高嘛 那今天是不是創下新高 141 那創新高完的股票 一般來講會比較震盪 都是很正常的 當然你可以選擇 我先落袋 維安先一趟 因為畢竟這兩天盤比較偏弱 那周大師傅會不會先賣 可以 就像偽喬一樣 我們之前先賣嘛 那為什麼先賣 我也跟他講得很清楚嘛 因為這邊前面的壓力 我認為不會一次過的啦 賣給Open啦 一定會先壓回 再記線測一下 然後亮縮之後再攻嘛 他下次再攻 一定會過這個反壓的 過了之後呢 有沒有可能挑戰前高 拭目以待 因為人家營收還是好 拿得出來的嘛 你看最近公佈6月份的營收 只要營收好了 紀錄都創新高啊 聽起來也合理 對不對 我有好的營收 所以我股價 可以享有更高的本益比 我有好的營收 所以我的股價 有資格創新高 所以即使今天大盤 跌兩百點 反而這些6月份 營收好的股票 反而更凸顯出它的價值 偽喬就是最好的一檔 股票市場是現實的 這很現實的 大家懂嗎 漲多了一定會面臨拉回 跌升的有機會反彈 營收好的有機會突圍 就這麼簡單 而這個突圍 就看它突圍的那個力道 市場能不能認同 如果大盤的市況好 挑戰新高 如果大盤的市況不好 挑戰前高 就這麼簡單 沒有你想要這麼困難 所以你看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我都不會等到它大漲完才在講 我相信這個偽喬 我也不是第一天講 而且偽喬也是公開分享的股票 對不對 你說瑞陽我比較少提 我承認啦 因為我之前做空 我是先做空瑞陽之後 回補完之後反手做多了 所以那時候在這邊的時候 有人在問我 老師那瑞陽可不可以買 他說你不知道我在做空嗎 你還買股買瑞陽 我救了你喔 你那時候問我老師 可不可以買瑞陽 不是還在講碳球說 那你要等它拉回家瑞陽之後 要買再來買嘛 對不對 我是不是說過這一段 先陪我做空 我們先空這一段 我這邊也沒空 我沒補在最低一點 我很早就補了 補在這裡 我記得好像補在140吧 我還記得 我把它補完了 補完之後呢 等等等等 那家瑞陽再進場買 反手做多 就這麼簡單啊 先放空 先賺這段 先賺它個五成 再反手做多 你看已經接近兩隻掌停板 又接近兩成 連同加碼單應該也有三成 所以說以瑞陽來講的話 就是符合我所說的 震盪多頭的盤間格局 拉回就是找買點 這個情形跟偽喬的概念又不太一樣 偽喬是比較符合一種跌升的概念 因為它有打回到破半年線 比較偏弱 可是呢 因為還是有營收啊 還有包括這個社評的應用 還是持續擴大需求 你看這個前一陣子 這個圓胎在大漲的時候 你看它標榜呢 就是所謂的社評標籤嘛 對不對 這類似這種應用 它其實是非常的廣泛 從這個醫療的用法 醫療的用途 包括你家裡那種電子鎖 也是都有這種概念在啦 這個我就不太多說什麼了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這一波尾牆之所以會這麼強勁 最主要還是受惠它醫療的應用 它是轉強的 上半年反而因為電子業的不好 反而是下半年因為醫療的運用擴大 反而它的營收一大半以上 都來自於這個什麼 醫療的用法 醫療這邊的運用嘛 所以再加上它打回到這邊 大半年線 然後呢動了你的背離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你看 我在7月初的時候 7月1號那天是星期六嘛 我在粉絲團分享的第一檔就是尾橋 有沒有看到 沒錯吧 這是粉絲團公開分享的 有些股票我會在粉絲團分享 你自己去看 那有些股票不好意思 可能就需要你自己 跟我打招呼來跟我要的 這一檔就是 對不對 今天要拜 好像上個禮拜天的吧 16號那一天 我是不是告訴大家 這一檔雲端安全的守門人 我說今天要接牌 好啦下午再聊 今天不錯耶 今天也滿強的 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子 當大盤今天好的時候 其實大盤好的時候 其實很難去凸顯股票的優根的強弱 你懂嗎 可是因為今天大盤是跌的 所以呢 相形之下你就會發現到 哇抓事 其實你的股票真的有強耶 對不對 保身材稍微弱了一點 不過我覺得還好啦 反正它還在打理 你看這個鏡紅 對不對 你看這個長家智能 都創新高耶 當然創新高的股票會稍微震盪很正常 你去看之前什麼 旗紅啊 雙紅他們在創新高的時候 都是先震盪完之後再攻 都是一模一樣的模式 所以呢你看 至少我覺得啦 我所推薦給大家的股票 都不是在一個漲了一大段的股票 能賺多少個案天命啊 我只能這麼講啊 但是我認為 基本上都是有利可圖的 都是有利可圖的 所以你看以偽喬來講的話 有沒有看到我們7月10號那時候 先做個隔日沖 然後壓回再低接 再低接 統計到4月10號那天大概六成啦 然後呢我這兩天偽喬壓回 還有持續低接 如果今天做個價差的話 大概也有一成左右 也有一成左右 所以你看嘛 我同一檔股票 我低買高賣高賣低買 再把它買回來 光價差的累積 就可以賺到六七成了 也幾乎可以準備要翻倍啦 即使沒有買到翻倍的股票 光價差的操作 就可以累積到翻倍 所以啊這種做法 我個人看法啦 尤其在現在大阪 一副要上不上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 透過這種短線累積駕車的方法 反而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不能說是絕對的正確喔 但是至少會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回來聊大坦 今天預估量還蠻大的喔 昨天才3000億耶 怎麼今天爆10千億啊 怎麼解讀 休息一下回來告訴你 陳東斗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斗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行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斗庫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昨天大盤只有3100億 今天預估量4300億 我們就當它4000億就好了 我們就當它4000億 我給大家做一個提醒就好了 漲 如果今天反過來是大漲127點 那麼我認為量 以這種量來講的話 配合得真的非常的完美 可是畢竟今天是跌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去認定 今天一定是所謂的賣出量 今天一定是一個賣出量 表示說這邊的確是有籌碼送中的跡象 可是就像我講的 主力很會善用一些障眼法 來限制你賣股票 比如說我把資源拉大漲停板 你怎麼會賣IC設計 你一定不會賣的 可是事實證明有些IC設計 它的確是要賣 大家都回事嗎 這就是這種拉動出息的掩護的手法 就像我剛剛有提到的 比如說主力現在壓低出貨 高價股 有些高價股很弱 好啊 那我就先拉一拉 這個圍銀 你看到圍銀在漲 你覺得你會去賣普瑞嗎 不會啊 在你心裡面 你就會產生一種僥倖 大家懂不懂 哎唷 圍銀還在那裡 我沒辦法這樣 我手頭有這個普瑞 有這個什麼性化 我先賣不好 它其實就是會有一種什麼 障眼法債 甚至有可能吸引你進去買 都有可能 所以我剛剛不是有舉例嗎 我說 這一些500塊以上的高價股 真正還在走強的 沒有超過三成 其他的七成 絕大部分 都是類似像加折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指數創新高 當然它有功勞在 你看它五月份 把大盤推上去之後 現在壓回 那現在大盤還在1萬7000的時候 它已經打回 它壓下來 所以說你如果問我說 阿蘇蘭這先跌 會不會後面再漲 我告訴大家好了 此時不會了 我認為這些股票不會再漲 很難了 也許你現在不一定相信我講了 之後你就會相信我講了 大家知道所謂的這種 搭水庫法則 這種法則你要懂 就是說你無法 我跟你講這個盤 就像我之前剛才提到的 如果大盤要公過1萬8000 你不能只靠少數那一兩支股票在公 對 我承認有些股票 它現在的股價早就超過2萬點了 你看七龍這些早就已經不知道怎麼去推估它超越大盤多少了對不對 問題是它並沒有辦法把這大盤真正的帶動讓它突破1萬8000 它是只能走自己的路啊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比如說當市場出現所謂這種極端的走勢的時候 比如說強的就是固定它一兩支 弱的佔了七八成 那這個情況就很像當初1萬8000的時候我提醒過大家 我懶得再去找資料了 1萬8000的時候我就是拿高價股來跟它分析的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高價股都在高檔持續走路就像加折這樣 那你說這些高價股拼命的走落的話這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說這些持有動輒一張100萬的股票的這些大戶在撤啊 大家懂我意思嗎 你自己承心自問嘛 你只有500萬的資金你敢全部重壓這些一張100萬的股票嗎 好啦就算你用融資買 你也不一定敢買多嘛 所以當這些手上持有這些超高價股票的這些大戶開始在鬆動的時候 一個鬆動兩個鬆動三個鬆動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舉例的 你現在看圍影在漲 可是事實上其實很多股票被排擠掉 而且這些排擠掉的股票 股本有的還滿大的 而且數量也比較多 這種拉扯到最後 我跟你講當圍影的阻力拉到不能拉的時候 它最後也會反向出貨的 我告訴大家好了 滑斧就是最好的例子 滑斧不都是一直走自己的路嗎 可是當主力真的要棄手的時候 我跟你講這個 我認為這張股票跌跟違約交課不一定有關係 跟違約交課不一定有關係 而是說這些股票它已經漲了那麼多 本來在高檔出現這種賣出 我認為都是在一瞬之間你不一定跑得掉 這比我之前跟大家提到過的 轉落三部曲 最致命的就是這個 這是最致命的 這種我跟你講 這種主力不計價殺出 是你連跑都跑不掉 那你說主力它會不計價殺出 它會虧嗎不會啊 你自己看嘛 像華佛這種股票從去年不到30塊大漲到180 漲6倍了 對主力來講它的成本永遠是在100塊以下的 一剛抹差 即使它現在高檔不計價殺出 它還是賺的 可憐的是後面最近去 在150 160這些散戶投資朋友 你看你就套在最高點 一定要懂這些主力的手法 我點到為止啦 好啦 那其他更精彩的節目內容 我們留著笑 再跟大家做補充說明好了 節目最後一日所有的投資朋友 曹志順利 我們下午見 去看看 我們下午見 我們下午見